大家好 我是射箭選手李采琦 我今天要來介紹反曲弓跟複合弓 大家不知道的小知識 我們反曲弓的弓壁是一體成型的 它拉到越開 它的磅數會越重 但是複合弓就有點不一樣 它們的磅數變化是一開始很重 但是拉到後面按卡穩定的時候 它們的磅數會從大概五十幾磅變到十幾磅 那它第二個不一樣的地方是它的瞄準器 複合弓的瞄準器可以放大 那它的倍率可以到四到六倍 但是我們反曲弓的瞄準器就比較一般般 它是沒有鏡片的 就是讓你點對到點而已 還有一個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手接觸到弓的一個戒指也不一樣 我們反曲弓是用紙套 那就是用手然後中間隔著紙套 再直接勾弓 但是複合弓是可以用板機的 它們弓會直接從這個地方 然後扣一下 然後這樣放箭 這樣會減少是手指頭對弦出去的影響 下一個不一樣的地方是 反曲弓跟複合弓它們比賽的距離 複合弓它們比賽的距離是五十公尺 那它們用的靶子是八十乘八十 那反曲弓比賽的距離是七十公尺 那我們的靶子比較大 是一百二十二公分 以上就是反曲弓跟複合弓最大的不同 那大家不要再搞錯囉 謝謝大家 掰掰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